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那么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个2021年最好运的生肖啦 那么总共呢是有三只生肖的 那么大家呢记得在你们还没有记下去看之前呢 一定要订阅我们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因为记下去呢还有不同的 前三名的生肖呢都会陆续跟大家去分享的啦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最好运的生肖的第三名 就是这个生肖叔叔的这个朋友们啦 那么在这个2021年呢可以说呢 是对生肖叔叔的朋友们带来充满启发的一年 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呢 叔叔的朋友们呢因为是值太岁的关系 可以说呢运势上面的起富呢是特别的大 做起事情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说呢都不太顺利 但是呢在进入这个2021年之后呢 运势呢就有大大的不同咯 那么叔叔的朋友们呢 这个生肖牛它是属于商会的关系 他们就是大家呢同样的都是属水的 所以说呢这个运势呢自然会比较旺盛 而且呢惊喜呢也会连连的 那么另外呢还有在2021年的时候呢 叔叔的朋友们呢由于呢有这个文餐新的帮助 所以呢在这个事业还有学业方面呢 是可以得到一定的帮助 那么在这里呢就要建议叔叔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要勇于尝试 努力呢去寻找自己的突破点 那么自然呢学习更多的技能盘升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必须的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呢 自然而然压力呢也会倍增啦 虽然在这里呢叔叔的朋友们呢也不忘 要提高自己本身的这个精神状态 还有自己的睡眠的品质的哦 这样子呢才能够帮助叔叔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1年里面呢好好的冲刺一番的啦 所以在2021年呢叔叔的朋友们呢 你们要呢多阅读多处外与人接触 还有就是不断的提升自我 还有不断的培养自己的这个适应能力 这样子的话呢你们到任何环境之下呢 都可以很容易接触到他们 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提升你们自己的 那么叔叔的朋友们呢在2021年呢 就尽量不要熬夜夜睡啦 也不要待在家要多往外去走走 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你们提升你们的人际关系 还有扩展你们的朋友圈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多注意你们的健康啦 那么第二名的这个生肖呢就是生肖属虎的朋友们 那么生肖虎呢原本他们做事情呢 都是比较敏捷比较迅速的 一旦开始做一件事情呢就务必要把事情给做好 那么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 叔叔的朋友们呢还有得到了这个太阳星的这个光照 所以说呢贵人欲呢可以说是大幅提升 因此呢这样子的关系之下呢 自然可以帮助叔叔的朋友们呢 在工作上面呢取得这个良好的表现啦 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 叔叔的朋友们务必要好好把握 基于有太阳星的光照 这样子的叔叔呢就很容易呢迎来不错的机会 再加上呢贵人欲很旺就是有贵人帮助 就可以让你们在这个事业上面呢迎来这个春天的 可谓是苦尽刚来啦 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叔叔的朋友们呢 记得要跟自己身边的另外一半 还有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呢 多去沟通 这样子的话呢事情处理起来呢 才会更加的迅速更加的顺利啦 那么叔叔的朋友们呢在2021年呢 记得要多多的去亲近大自然 早睡早起 保持笑容还有多运动啦 那么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呢 要记得千万不要太常待在家 能够往外多走动的话呢 就是你的运势来的时候 还有记得讲话呢不要太过于直接 相信很多人呢都不喜欢 记得房市呢可以婉转就婉转一些 免得造成这个局面比较尴尬 那么自然呢就会引发这下去呢 就是这个吵架的吼 所以呢以上这三点呢 叔叔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否则的话呢就很容易影响到 你们的这个运势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最后一个就是第一名的 这个生肖 就是生肖鼠猴的朋友们啦 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先恭喜鼠猴的朋友们 你们呢在这个2021年的运势呢 是排第一名的啦 那么你们的这个运势呢 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龙德星 还有紫威星这两颗吉星的光照吼 自然呢喜事不断吼 惊喜连连 那么这两颗吉星呢也会帮助属猴的朋友们 贵人欲大增吼 无论大小事情呢都会得到贵人的帮助 再加上呢还有一颗天喜吉星的出现吼 也会帮助属猴的朋友们吼 迎来很多的这个喜事 那么以上呢有说到属猴的朋友们呢有很多的吉星嘛 但是记得吼有吉星必有凶星吼 那么也有几颗凶星呢跟着属猴的朋友们来 那么就以光飞小人破财这些事情呢 都有几率发生在属猴的朋友们的身上 但是请放心吼 整体的运势来讲的话呢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啦 那么属猴的朋友们要提醒你们呢 切记切记要好好的把握2021年的这个好运吼 无论呢是在这个事业财富还是感情运势上面呢 都可以更上一层楼 那么属猴的朋友们呢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 记得记得要多多的管节上缘 要多一些的创新 还有呢就是属猴的朋友们呢 如果说呢你们呢想要许愿的话呢 2021年呢其实也是你们非常好的一个年份啦 那么在这里呢要提起属猴的朋友们呢 千万不要在2021年的时候呢 有过多的这个八卦 那么也要记得凡事呢都要劳逸结合 千万呢不要操劳过度 还有就是记得虽然有很多的好运吼 也千万不要骄傲 也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 否则的话呢 反过来就会为你们带来不好的这个运势啦 好不好 好那么以上的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么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啦 谢谢大家